好,我们来看网络编程理论回顾的第三个小节 TCP和UDP协议 这是工作在传输控制层的两个协议 这个协议它主要负责的是进程到进程之间的一个通信 从主级接收到数据包以后 这个数据包要有哪个程序来处理 我们用不同的端口来表示不同的进程或不同的程序,不同的服务 端口地址是一个16个bit的一个地址 它可以表示0到65535之间的一个数 那么1号端口到1023端口为系统保留端口 传输控制层还有另外一个重要的功能 就是数据在进程之间实现一个可靠传输 当然这是面向连接的协议 那么它是如何实现这个可靠传输呢 主要有这么三个策略 第一个策略是一个连接的维护 它传输数据之前要建立连接 第二个这个差错控制 数据有差错的控制 第三个呢 有流量的控制 TCP和UDP是工作在传输层的两个常用的协议 这两个协议我们看一下有什么区别 TCP它是一个面向连接的协议 UDP是面向无连接的协议 面向连接就是传输数据之前的话 我们先要建立一个连接 建立一个通道 然后再进行传输 面向无连接的协议呢 它就不会建立这个通道 直接把数据发出去就可以了 TCP是一个可靠的协议 实现数据的可靠传输 UDP是不可靠传输 TCP传输效率相对较低一些 因为它有这个连接建立 差错控制 流量控制这些策略在里边 所以它传输效率比UDP又低一些 TCP协议适用的是一些数据量比较大 传输的可靠性要求较高的一些通信中 UDP呢 适用于数据量小 传输的要求不是很高的一些数据在传输当中 来看一下TCP的一个报头格式 这是一个TCP报头格式 主要有原端口 目的端口 发起方 接触方 序列号是我当前数据包的一个顺序 确认号是我们收到对方的数据以后 我们告诉对方下一个数据包的一个序号 再往下看 数据偏一辆 还有一些保留部分 六个bit的一个控制信息 这些控制信息我们看一下 有一个紧急指针 有一个确认标志 就是这个数据是我们发数据呢 还是说一个硬打 重置标志 SYN 这个就是建立连接的时候一个标志 FIN释放连接的一个标志 窗口调整流量的时候使用 校验和数据差错控制 其他还有一些选项 我们看下面就是数据 再来看一下TCP 建立连接的一个握手过程 这边是客户端 这边是服务器 客户端在发送数据之前 要和服务器进行一个连接 首先会发出一个连接请求 我们用SYN的这个标注 来表示这是一个连接请求 那么同时会送上一个自己的序号 比如说接 服务器在接收到对方的连接请求以后 会发回一个应答 那么同时会发出一个应答的一个训练号 就是表示 这个第一个数据我已经收到了 你可以发第一加一个数据 同时呢 把他自己的一个训练号 把他自己 发出一个应答 那么就发这个应答的序号呢 是K加1 表示你第K个报 你第K个 表示第K个数据我已经收到了 你可以发第K加1个数据 那么其实我们看这个握手的建立过程 主要有两个功能 第一个就是说通知双方 我们要建立一个连接 分配一些资源 第二个就是同步双方的一个序号 这个序号是数据包发送过程中 差错控制的一个重要的标志 这个是TCP连接的一个建立过程 那么还有一个关闭的过程 请大家下来自己查阅资料